大家好,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嘉義八寶寮休閒中心 沒錯,我們邱老闆以及新男主廚小郭特別準備了一整桌豐盛的五星級家常菜 那我們現在就請我們的新男主廚小郭來為我們介紹這豐富菜色的特色,好期待 哈囉,各位大家好,我們這邊先為各位介紹我們今天的一個特色料理 然後首先介紹這一道菜是我們這個,我之前在大陵慈激醫院上班的時候 我們這邊就是上人他吃的一個特別喜歡吃的菜就是做這個素食的芋頭的排骨 那是我們自己種的芋頭才去做成的,那在旁邊這個是我們的 也是山上我們自己種的龍鬚菜,那在旁邊剛好你們就 他的產季比較特別就有短短的一到兩個月的氣魄叫做刺莓,好就是我們山上的一些特產 觀光產業旅遊要多元化,餐飲也要多元化 八寶寮的五星級飯店型男主廚小郭製作了高貴不貴的豐盛大餐 包括鮭魚豆腐湯、柯卷、有機食蔬、飛魚卵香腸、素食大餐等十多道拿手好菜 型男主廚小郭說,餐桌上都是嘉義在地的新鮮食材 做成滿滿的一桌好菜,營養豐富又美味 超越五星級飯店的享受,而且別的地方絕對吃不到,所以才珍貴 真的有錢你也買不到,這邊只有山上他自己種出來,然後我們去吧 哪一種水果你指一下吧 這個這個,這個叫刺莓,叫氣魄 只有我們這邊八寶寮特有的東西 九族飯堡之後,八寶寮還有免費的卡拉OK 有高級的音響設備,讓人歡聚在一起,展現歌喉,再歌再舞 讓寧靜的夜晚,變得熱鬧嗨翻天 除了一整桌的山珍海味,八寶寮還提供精緻的舒食料理套餐 提供素食主義的消費者,豐富營養又新鮮的美食佳肴 許多消費者說,從來沒有吃過像這樣豐盛的素食餐點 因為一般在外面的餐廳可能沒辦法,昏素都非常這麼貼操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訪問到我們的吳先生 是這邊的常客,我們來問問看他對於這邊的料理有什麼樣的看法吧 來到這個八寶寮,但素食來講 尤其我們常年吃蔬食的人,看到這樣的料理 真的是一種養生的料理,不是一般素食的料理 來到嘉義縣八寶寮休閒中心,之所以有這樣豐富的素食料理 就是因為原主邱敬田有深厚的佛源 曾經吃素一段時間,當初受到觀世音菩薩的感召 才創立八寶寮休閒中心,建造天師寺跟禪修區 讓民眾能夠一邊輕鬆旅遊,一邊以宗教的力量 追求身心靈的昇華,達到全方位無形的養生效果 尤其是製高點的多寶塔,充滿東洋的建築風味 更是園區內宗教文化的最大象征 多寶塔本身的存在,當初是接到 所謂藍燈古火的一個信息 然後它需要的是一個寶塔,一個造型型態 所以當初也因為這音源基礎 都是由無形界本身來講找到的建築師 也是日本的建築師本身提供的這些建築方案 八寶寮休閒中心董事長邱敬田說 來天師寺,向觀世音菩薩求靈謙 尋求上天的指引 在多寶塔,逆時針走七圈 在順時針走七圈祈福 聽說可以事事如意,一切如願 來八寶寮也可以戶外露營野炊 親朋好友一起烤肉BBQ 想吃什麼就煮什麼 或是點一份精緻下午茶,泡茶喝咖啡 聊聊山下的事事非非,享受心曠神怡天人合一的樂趣 來這邊感覺怎麼樣? 很舒服啊,這裡環境不錯 這是第一次來,他們是來幾次了 因為這邊場地很大,很舒服 然後又有雲海,又有業績 所以一定要來 重點這邊還可以像爬山一樣 對,所以很方便 比其他露營區好太多 優美環境的氛圍,享受貼心又方便的休閒住宿設施 來八寶寮清淨大自然 欣賞山明水秀的美景 輕鬆自在,徹底放鬆 補充身心靈的正能量 品味美好的休閒時光 走一趟八寶寮 保證可以得到一份極致的度假樂趣 記者羅雅文,李佳金,李芷怡,邱怡樹,嘉義報導